欢迎收看摩波龙新一期视频 上期视频出完一直有观众在评论区里说 怎么没有这个兵种呢 怎么没有那个兵种呢 又或者什么没有这个兵种 我不是很认可 那么UP主在翻阅了评论区之后 我再做出一个相应的补充 本期视频我选取了评论区里面 呼声最高的五个弱级野怪 首先是不战四重 上榜的原因是他连巨剑式都打不过 整体评价呈两极分化 说他弱的人 说他弱的一无是处 连巨剑式都不如 那肯定是非常的烂 但是还有很多人说 这个家伙在PVP里面确实可以出几堆 两方的说法其实并不矛盾 支持者说他们在PVP里面可以用 觉得他们垃圾的 则是因为他们在战役里面 确实是战斗力太差了 UP主是一个战役玩家 之前出的所有视频 都是基于战役来考虑的 以后我会在每期视频当中 都尽量提一句 这是在战役里面的考虑 接下来再位是巨物形式 一个售价500金币的怪兽步兵 账宝的原因 有人说他是真正的怪步支持 但是UP主私底下认为 一个500金币的怪兽步兵 我们能要求他什么呢 咱们假设如果上期视频当中 我就把这个巨物形式放进视频当中 肯定会有人说 这就是个500金币的怪兽步兵 你能要求他什么呢 这几天我每一次翻看评论区 我的人生观都会大受改变 包括但不限于 射击军的性价比其实并不高 只有高手才能发掘出 冰雪精卫的优点 具件事的售价只有850金币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有没有 哎呦这个龙王子 算了你们自己看吧 我不说了 基本上我在吐槽一个兵种的时候 大家总能找出他们的优点 我在夸一个兵种的时候 大家总能找出他的缺点 这个巨物形式呢 我从来没有用过 因为我基本没玩过吸血鬼喊案 所以说我就不再做评价了 大家觉得好的话就打在公屏上 大家觉得不中用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讨论 但是没玩过不要紧啊 我觉得这家伙的颜值 真的是非常的丑啊 我还不如看一个混动暖顺眼呢 这些家伙在设定上 都是一些死去的食人魔 这也是最早出现的食人魔模型 第三位天舟上榜原因啊 我开局我都不想要 我都想直接解散掉 二部主基本上不玩机难难度 但是呢玩普通难度 我觉得开局送个天舟 用起来也是蛮舒服的嘛 天舟这个兵种的评价 也是极端的两极分化 厉害的说它很厉害 垃圾的说它一无是出 基于这个原因呢 我没有敢把它放进上期视频当中 毕竟上期视频当中 像龙王子还有帝国之花 这种被反复主的对象 都有人为他们抱不平 你要是敢把天舟直接放进 上期视频当中 这个评论区里面 你是可想而知呀 我在说上期视频的时候 我就已经料到这种结局了 所以说我在视频当中 反复强调这些兵种它并不是一无是出 它们都有它们可取的地方 但是收效甚微呀 没有什么卵用啊 比如混沌勇士 你叫他混沌同士 那只是玩个梗而已 这是因为他在背景里面非常的厉害 但是梗玩多了 就很多人真的以为混沌勇士很差劲 其实那并不差劲 哎呦 这个雪豹呀 我是真的不想把它放进视频里面呀 在之前的基斯里夫盘点视频当中 还有战兽的盘点视频当中 这个家伙我的评价都是一样的 就是不中用 当时评论区里面就不乐意了啊 这个家伙追讨挺强的 卖的也很便宜啊 很好用啊 然后上期视频当中有一个评论非常的激进 上来就说 这个雪豹被你吃了吗 我二话没说 很快啊 把它直接拉黑了 什么玩意儿这是 最近如雪豹的确实也非常的多了 我承认这个伤害确实是挺强的 但是呢 确实是个弱机 我上期视频没把它放进里面 就是为了怕评论区里面有人说 它其实挺好用呀 我的评价只有一句话 除非用法术召唤 否则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因为我压根没有买的欲望 乌莎比特 一个比巨蜥还要吃乳的怪部之词 我看了很多视频 又翻阅了评论区呢 我发现乌莎比特巨公的风评 显然是要好不少 这家伙唯一的优点 可能就是在PVP里面 可以拿过来扛线 普通的乌莎比特 确实是应该出现在 十大吃乳柱里面 然后把巨蜥给换下来的 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 以后呢 这种主观类的视频 我是绝对不会再出了 昨天的那期造型奇特的兵种 在评论区里面就和谐不少 之前我翻阅后台 我发现有些朋友呢 每次我视频更新 都会一切不落的观看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 这些朋友一直没有点关注 这快过年了 大家不妨点个关注 让阿部主享受一下涨粉的喜悦 阿部主还是真心希望能够点个关注呀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年后的更新规划 战车竞技场将会更新最强的反大 还有反步兵步兵 最强的怪兽步兵 还有最强的骑兵 这些视频不出意外的话 都要年后再更新了 有朋友还想让我做一下 十大好评如潮的兵种 但是为了自己的血压着想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点个关注 谢谢朋友们